我在深圳我想回家过年 我在山东我们想回家过年 对着镜头说出想家心声 台商们明年春节返台 向指挥中心喊话 希望缩短14天隔离时间 能早日跟家人团圆 不过指挥中心的回应还是一样 专家会议里面有讨论过 针对这个部分 目前还是以检疫14天 是最安全的做法 台商们提出了裁剪两次 还有包机隔离方案 希望能比照商务泡泡入境 但指挥中心认为 变数太多很难实行 商业泡泡的部分 就是经济部这边要派出很多人 那台商回来 很多可能都是私下的行程 跟这个商业泡好像不太一样 所以大家可能有点搞混了 不但缩短14天隔离无望 12月1日起想住进台湾 都要持有核酸裁剪阅阴性报告 不过在中国想裁剪还得预约 甚至得等上超过三个月 恐怕会无法在春节前如期返乡 因此台商们希望放宽 能抵台后直接在边境裁剪 其实我们没有说三天内 在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也是要他们离开 中国大陆也是要三天内的阴性证明 不是只有我们而已 对所以我们即使这边放宽 他们那边也出不来 台商们的呼吁统统被打回票 而国内又在爆出境外移入 都是印尼籍30多岁女性移工 入境和隔离期间都没有症状 隔离期满筛减才确诊 索性没有接触者 国际疫情风险再攀高峰 指挥中心严守边境 台商想回台湾过年 恐怕也得超前部署 欢迎新闻林吉祥 陈丽婷 台北报道